如果有强盗闯入你的家里,你会怎么做? 是奋起反抗呢,还是主动配合? 这件事情就发生在了哈奇身上 有猛的大儿子扑倒了一名强盗 哈奇本应该有机会用手中的武器迎击歹徒 但他犹豫了 哈奇认为什么都不做才是最好的选择 这样可以把伤害降到最低 于是两名强盗抢了哈奇的手表戒指 白家1.0钱就离开了 这件事之后却对哈奇原本平静的生活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首先就是儿子瞧不起他这个父亲了 警察话里有话,暗讽哈奇胆小 小舅子强行塞给哈奇一把手枪 要求他保护好自己的姐姐 就连邻居都不忘秀一把自己的决断 哈奇算是名义上的普通人 家庭公司整天两点一线 倒垃圾等公交上班干着无聊的工作 他只是做了他认为最正确的选择 突然好像全世界都对他失去了信心 哎,本想以普通人的身份和你们相处 换来的却是疏远 不装了,摊牌了 哈奇其实有着不为人知的一面 不信你看,这是一个和老战友联系的加密电台 一起跟随哈奇的视角 重新回顾一下当时的情况 当时哈奇明显能感觉他们很害怕 很绝望 哈奇一眼就辨认出 女强盗手中的 是一把老式的38特别款史密斯威森手枪 最最关键的手枪里根本没有子弹 这才是哈奇没有动手的原因 那哈奇有过怎样的过去 咱们接着往下看 这件事后,哈奇变得奇奇怪怪 整天魂不守舍 直到这天回到家 小女儿说自己的猫咪手镯找不到了 哈奇当即离开家 来到养老院老爹的住所 拿走身为老兵父亲的FBI证件和枪 然后买成的寻找那对抢劫的男女 他要给小女儿要回丢失的猫咪手镯 其实哈奇就是简单找个理由 报复那对强盗而已 他记得当时劫匪手腕上的纹身图形 纹身店是他主要寻访的突破口 可当哈奇亮出老爹过期的警徽时 立马被识破了 哈奇立马掏钱 说只是想找个人 可店老板并不买账 纹身店不是你想来就能来的地方 说完就要好好招呼招呼哈奇 让他知道道上的规矩 可是当店员老头看到哈奇的纹身后 表现得却相当精彩 谢谢你的服务 你太老了 你太老了 外面大雨倾盆 哈奇如幽灵般行走在雨夜里 然后悄悄出现在了一对男女的家里 没错就是他们之前抢劫了哈奇的家 他狠狠给了男人一击 当哈奇怒吼着说要回猫咪手环的时候 男人却不知所措 激动的哈奇十分想开枪打爆对方的脑袋 在房间内婴儿的啼哭手 打断了剑马弩张的气氛 哈奇开门看到一个婴儿在不停地啼哭 而且看起来还重病缠身 看来这对男女早已被生活逼上了绝路 面对这样艰难的家庭 哈奇怎么还能再出手 只能愤然离场 原本打算大闹一场 可满腔的怒火仿佛打在了空气上无处发泄 气得哈奇只能垂墙 然后还能怎么办 只能坐上回家的公交车 可这时 一群喝得醉醺醺的小混混因醉驾汽车抛锚 后来也上到了公交车里 这群人一上来就各种搞破坏 还调戏女孩 哈奇内心狂喜不已 他连忙阻止了司机报警 并把司机请向了车 然后当着混混们的面直言 很快双方就动起手来 起初哈奇被打了好几下 但是越打越起劲 而且双方的战斗越来越惨烈 这段打戏真的是拳拳到肉 让人看得扣人心弦 最后哈奇直接敲锡了 围首小青年的喉咙 给他做了个简单的急救就离开了 从此之后哈奇找到了久违的激情 哈奇架势打爽了 却不知道自己忍上了大麻烦 这个人就是被打青年的哥哥 他叫尤里安 是一个拥有反社会人格的黑帮老大 主要负责给俄罗斯的黑帮们照看黑钱 是个极其凶残的人 不信你看这个人 只是因为在人群中多看了他一眼 这么凶残的人 当知道弟弟被打住进医院的时候 尤里安抑制不住自己的怒火 立马吩咐手下调查哈奇的资料 黑客女秘书查到的结果 却是一个再不同不过的小人物 能管理那么大黑帮的尤里安 他不相信一个普通的居家男人 可以打残这么多人 之后女秘书要挟五角大楼的工作人员帮忙 可内部工作人员的权限竟然不够 后来还是去了陈锋的档案室 这样才查到了哈奇的真实过往 而资料里的东西惨不忍睹 吓得女秘书直接打包好了行李 甩给尤里安哈奇的资料后 连工资都不要就吓跑了 而哈奇这边也接到了老友的警告电话 随后也查到了尤里安的底细 于是一场针尖对曼芒的战斗开始了 晚上一伙全副武装的黑帮胆徒 准备偷袭哈奇家里 敬艳老道的哈奇 立马让家人躲进特制的地下室内 昏暗的房间内 哈奇充分发挥地形有势 把黑帮成员打得人仰麻烦 但是故障难鸣 哈奇还是被电运带走 在行驶的汽车后备箱内 他艰难的拿出灭火器自救 推倒后盘座椅 用灭火器的喷雾 遮挡了车内的视线 在撞车前 赶紧给自己绑好了安全带 就这样 汽车发生了严重的撞击 三名黑帮成员全都死亡 只有哈奇活了下来 这就是寄安全带的重要性 而黑帮成员其实兵分两路 还有一伙去到了哈奇老爹的养老院 但显然他们低估了一个老兵的战斗素养 是真正的一枪一个小朋友 而哈奇这边回到家后 让家人赶紧远离这座城市 自己好放开手脚 和黑帮人员慢慢玩 还戏剧性捡到了小女儿的猫咪手镯 之后他点燃房子 连同屋内的几具尸体 尘归尘 土归土 哈奇的反击开始了 第二天 哈奇带着一袋黄金 买下了上班的公司 然后准备了一堆枪械 独自一人闯进了尤里安管前的地方 一人一枪 把黑帮人员杀了个底朝天 而另一边的尤里安却毫不知情 还在酒吧唱着歌 最后哈奇一把火 把数不尽的脏钱烧了个精光 然后哈奇独自来到酒吧 欣赏尤里安唱歌 真的是一高人胆大 就连尤里安都忍不住问到 他是怎么敢一个人来的 当哈奇掀开桌上的摆布时 一个引线炸弹就这么摆在桌上 他只想坐下来和尤里安好好聊聊 哈奇直接说 他帮尤里安烧掉了黑帮们的钱 这下尤里安再也不用 为管理别人的钱而操劳了 怎么样 是不是应该感谢他 还说让尤里安好好考虑考虑退休的提议 然后带炸弹就这么出门了 是可忍孰不可忍 之后就看到尤里安带着小弟们用子弹感谢哈奇 显然是我不接受你的建议 哈奇驾驶着车 在黑帮们的枪林带雨中闪躲 显之又显 艰难地逃到了公司前 原来公司里还有帮手 就是之前一直用电台联系的老战友 就连老爹也出现了 只因他们都属于同一类人 公司已经被哈奇改造成了专门战斗的地方 平时一向耀武扬威的黑帮成员 在面对真正的杀人机器的时候 才知道什么是差距 在哈奇最后一发爆破中 结束了尤里安的生命 看完电影 小米我只有一种感觉 自己不配做个小人物啊 最后的最后 咱们一起来欣赏下 剧中的爽快打斗吧 你到底是吗 我更失去杀了 我更失去跟你她的 我更失去杀了 我不妨 –别在门 我不会跟她吃了 你凑到下去 在三岳 那是 speaker 你快要比你 做什么 你做什么 我做什么 我i快要在三岳 快要快要 你快要在一下 Ralo If you just hit the sword STARE The U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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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 U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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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2 3 4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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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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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9 9 8 9 不准备 不准备